这绝对是鸡爪最好吃的做法,保证你吃一次就想念三天,色泽红亮,软糯骨酥,轻轻一碰就脱骨,皮香肉嫩,汤汁浓香,连吃八个都不过瘾,一口脱骨,二口流香,三口回味无穷。 可商用可家用,十块钱一斤的鸡爪,咱们先准备一斤,可以选择这种肉多的,吃着更过瘾。 先加入清水,把鸡爪清洗干净,再加入清水,浸泡20分钟,泡出腥味,起锅烧油,加入65克黄冰糖,用铲子拍打几下,把冰糖拍碎,保持小火,翻炒均匀。 黄冰糖营养丰富,更容易上色。 炒至糖叶变成枣红色,先关火,利用锅里的余温加热。 糖叶就会由大泡泡变成小泡泡,立刻加入多一些温水。 我们这样炒出来的糖色颜色红亮,上色更漂亮,不会太苦也不会太甜。 可以用来做卤味,卤猪蹄都可以,先盛出一碗备用。 水烧开后倒入鸡爪,加入料酒去腥。 用漏勺搅拌均匀,开大火煮上两分钟。 这一步可以让鸡爪上色更加的漂亮,更加的均匀。 煮好后立马捞出。 加入70度左右的温水。 把鸡爪淘洗干净,洗掉上面的浮沫。 然后给鸡爪做一下美甲,剪去支架。 鸡爪焯好水以后剪支架,形状更好看。 然后晾干表面多余的水分。 锅里多倒一些食用油。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,冒小气泡就可以。 把晾干水分的鸡爪倒进来。 迅速地盖上盖子,防止油溅出来。 保持中火炸制。 等到锅里噼里啪啦的声音消失。 继续炸两分钟。 像这样鸡爪就已经炸好了。 控油出锅。 准备一盆冰水,把鸡爪放入冰水中。 用冰水浸泡可以让鸡爪快速地起虎皮。 浸泡30分钟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小料。 生姜切厚片。 大葱切葱段。 加入三个八角。 一把干辣椒。 一把花椒备用。 现在我们的鸡爪已经浸泡好了。 看一下表面的虎皮,非常的漂亮。 接下来我们就用鸡爪,来做一道非常好吃的神仙美味。 锅里加油,加入小料。 保持小火翻炒一会,炒出小料的香味。 炒香后加入一勺豆瓣酱。 一勺红油辣椒酱。 继续翻炒,炒出鲜艳的红油。 这样汤底会更香,更入味。 炒香后倒入多一些清水。 加入少许酱油。 剩下的糖水。 加入一勺麻辣鲜。 520粒肉精。 666粒鸡精。 1000粒白糖提鲜。 少许食盐。 最后加入一勺黄豆酱,增加酱香味。 搅动一下,让调料融化。 煮开后倒入鸡爪。 想要鸡爪更加的鲜香美味。 一定要加上一把香菜。 盖上盖子,中火煮30分钟。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秘诀。 鸡爪好不好吃,关键在于泡。 煮好了,让鸡爪在汤水里浸泡一个小时。 这样鸡爪吸足汤汁,特别的香。 现在鸡爪已经做好了。 经过浸泡,鸡爪已经十里飘香了。 这红通通的颜色,保证你看一眼就馋得流口水。 香味扑鼻,色香味俱全。 给100斤红烧肉都不换哦。 鸡爪这样做,鲜香味十足。 食欲满满,真的是太香太有人了。 超级的入味好吃,我先替大家尝一口,鸡爪香辣软糯。 骨香皮香,轻轻一碰就脱骨。 软烂入味,好吃到转圈圈。 不管是招待客人,还是招待长辈。 保证大家吃了都连连夸赞。 喜欢的朋友,动动你发财的小手。 给我点个赞吧,谢谢您的观看。